捷运恐吓事件再添一桩 今天下午有民众扬言说 要在桃园机场捷运的列车上随机攻击 台铁互报之后不敢答应 通知了相关车站还有列车戒备 而经过警方全面清查之后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事物 加强列车内巡逻 注意车上是否有可疑人物 乘客多少被远警这大阵仗给吓到了 就连车站内的垃圾桶消防栓 任何可能藏有可疑物品的空间都不能放过 男侧女侧也都要进去绕一遍 仔细来回观察上下车旅客 因为就在中午桃节接获可疑民众来点 要在桃节列车内进行随机恐怖攻击 恐吓威胁不断 台铁上个月已经接连接到两次炸弹威胁 第一时间桃园捷运公司不敢大意 也马上启动台北车站安全保护SOP作业 针对随机攻击讯息 捷警回报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人事物 怀疑是有人恶作剧 但为了安全起见 人会加强巡检频率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这台北桃园综合报道